很多人都喜欢吃油条 那您在吃油条的时候会把它和洗衣粉联系到一起吗 平民最近呢网上就有这么一则消息 说是有些无良商家在炸油条的时候呢会加入洗衣粉 这样油条会更好看口感也更好 对于这样一种说法卖油条的商家会做何反应 这种说法又是否属实呢 最近有媒体报道称南方城市金线洗衣粉油条 不良商贩在炸油条时在面粉里放入少量洗衣粉 炸出来的油条外观口感都比其他油条好很多 而微博上也开始疯传 色泽过于金黄顺光时可见亮晶晶颗粒 油条断面会出现大孔洞 加了洗衣粉的油条千万别买的这样一条消息 并且很多网友也对此发表了评论 我说吃的油条还满地吃饱饭了 我爱的油条啊请别祸害他们 喜欢吃油条的同事要当心啊 网友们畅所欲言发表各自的看法 那在咱们的生活中真的会吃到洗衣粉油条吗 为了一探究竟 记者对成都市内的油条销售点进行了暗访 早上七点过正是卖油条的高峰时期 正因为油条是很多市民喜爱的早餐 所以成都市内的油条销售点生意都很好 记者首先来到了武侯慈横街的一家餐馆 新鲜出炉的油条看上去金黄酥脆 而来此吃油条的市民也络绎不绝 当商家听到洗衣粉油条这一说法时 显得很不可思议